誘導 說卡商帝是不是很無解 我覺得卡商帝就是弱智 卡商帝就是弱智角色 對線菜的跟豬一樣 我沒有在怕的 W甚至變成COOL初級化 然後PASSIVE的固定性 對線就很爛 QSK加速會生氣 SK速度會變得快 隨便選一直都打亂他 然後攻擊力的數字 W... 那... 1... 啊... 啊... COOL 吸血鬼上單啊 吸血鬼上單最近... 怎麼爛啊 說實在的 好打他的角色不多 高超人 生與死 輪迴不止 凱能鞋櫃 哈哈哈哈超爛 看起來是打凱能啊 媽... 抱歉啦凱能 直接炸爛 我最近又在戴仙宮啦 這天不有改嗎 戴仙宮是什麼意思 覺得我是棒槌 覺得我會在那邊給他偷拳是不是 那他太天真了吧 你覺得我是一隻狗你就可以瞧不起我嗎 蛤 凱能 給哥帶泰儲品 來 直接炸爛你 好像你... 不是那麼舒服呢 阿能 阿龍來了內 阿龍來了 不是隊友都看到了 你還能讓這邊先到 BellyBellyPathetic 打不死啦 我的隊友是弱智 我的打野是弱智 怎麼玩 我不曉得了 直接食物吧 阿翔熟睡 被人家扭掉 超級可悲 這腳震的到底有什麼用啊 可以跟我說一下 這個人到底有什麼屁用嗎 有誰可以解釋一下 有誰可以解釋一下這隻鹿到底有什麼屁用嗎 太離譜了吧 那打到鑽石一的還有這種禍射 這你們都看在眼裡吧 也不是我要嘴炮 他就真的是弱智 你就這是水瓶 你們就這 在經過了 我的白癡打野 的送頭洗禮下 我居然還能一打二 太強了吧 這個狗 這隻狗也太離譜了吧 原地炸爛 到底是誰瞧不起口頭人 事實證明了 只有駕駛員的問題 沒有角色的問題 這邊 血鬼 凱南 法洛茲啊 全部都是魔傷 特長一樣啊 假特修啊 你不出這個裝備 你根本站不出去 你要是出平常的 聖獵之杖 三秒鐘你就倒了 所以我 這把是出坦裝 你們根本 處理不了狗頭人啊 你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跟他對切的情況 你就知道了 我炸他超痛啊 他跟我們處理不了 他跟我們處理不了 頂級坦塔 我們狗頭人就是這麼的頂 這小路真的別再害我了 大絕CD好誒 好像CD的確實有那麼點快 我好像沒大絕誒 拆軸就好了 被暈在原地 被暈在原地也可以跳舞誒 我第一天知道這件事誒 史丹麗面前玩海能就是這樣 幹好爛 來 BellyBellyProtetic隊友 我吸血鬼拿這麼多頭 你們要問我 吸血鬼後期比較強還是狗頭人後期比較強呢 那肯定是吸血鬼 肯定是吸血鬼 肯定是吸血鬼 可惜血鬼現在是70 還長這樣的話我就覺得這把贏定了 管他媽狗頭人有幾個頭 可是我是狗頭人 現在也是蠻肥的 但卻沒有覺得會贏定 玩不下吧 現在Q程度太少了 我可能要出出國戰法 不然玩不了啊 這隊友太廢了 出國戰法很難贏啊 等等開大 大絕給雙防 甲克袖再給雙防 我是雙防怪物啊 我在邊線是可以說是個頂級褲 海人在幹嘛 海人在幹嘛 還剛好被你抓到 不要這麼弱智啊 拜託啦 求求了 吸血鬼 這裝備 他是秒不了我啦 但是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AP現在6700 他還是在征服者的 他征服者滿城的時候 他那個大口吸啊 可以直接吸三分之二的血回來吧 好 OK 非常非常感動 不會贏 只是說我很肉啊 可是我還頂得住啊 我頂住了 所以他們才可以這樣打 我早就知道這把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我才會出甲克修啊 我跟你講 這Google戰斧打團也不會很爛 真的 就是少一點雙防 在上次的改強以後 Google戰斧已經是一些蠻強的裝備 因為即使你不看他的這個雙防 他也不爛 頂級孤兒 頂級狗頭人 頂級狗頭人 直接看到底 先打西雷鬼 這有啥用 怎麼這樣還可以灑 沒啦 我們大絕沒了 才被幹死的 雷鬼沒有出 他還沒出磨酸的時候 他就打不死我了 但其實 代表跟我們不用這樣打 你等一下看啊 我這個Google戰斧 要是他們一刻出手我 我全身都坦裝對不對 沒關係 什麼叫那個 頂級不我 直接BD 遊戲結束 他們走出去 你們在慢玩啊 各位 在此宣布 遊戲結束 各位 在此宣布 This game is over 動 雞肉狗頭人 五個人站著我 五個人站著爆打 也打不死 直接在你們面前逼滴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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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蛤 蛤 你們再來啊 直接在你們面前 再來啊 蛤 很痛是不是 雞血鬼 死幾個頭 了不起是不是 蛤 我就跟你說 這遊戲 上路拿到優勢的方法 就是BD啊 唯一上路獲勝的方式 就是BD 這就是孤兒之王的威力 我也太肉了吧 我的肉的離譜耶 我傷害他們還差點最高耶 你們是弱勢是不是啊 這實力也差太多了吧 哈哈哈哈 吸血鬼12個頭也得輸啊 我只能說 Pathetic啊吸血鬼 然後還沒有人給我讚 超巨可悲 遇到個頂級白癡小路 頂級中單頂級白癡小路 不行啊 這個不檢舉 不給他們7個讚 我說不過去啊 請收下我的7個讚謝謝 再來啊 再來啊